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人为了提升实力复活盘古 竟然在洪荒做起了金蛋盲盒的骚操作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每次割完修为就给割蛋 又不让出去 开这么多破烂玩意有毛用 丁 永久菜正在接近混沌季 请宿主做好收割准备 卧槽 终于不用再割我的修为了 让我看看第一个来的是哪个倒霉蛋 老广少爷 你慢着顶啊 摔坏了你的龙体 我这颗龟头可就保不住了 老王八 那边好像有东西在勾引我 呸 吸引我 哎呦 我的小祖宗 咱们龙宫啥鸡巴没有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有什么 别啰嗦 那吸引我的宝贝 咱们龙宫肯定没有 屁大点的山头 也敢叫做混沌界 我龙族都不敢这么牛逼 看到了吧 老王八 你看大门 这位龙道友 莫不是看上了这扇大门 咳咳的 吓老子一跳 你一个小小的悬仙 有什么资格跟我称道友 卧槽 小伙子这么飘 等会有你好受的 他竟然一眼就看出我们不是人 少爷精先级别的修为 都没有发现此人 这地方果然有古怪 这位道友 我们出零宝地 失礼了 只是因为多看了两眼 境界就突破了 这样是否两下 这位道友 你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卧槽 你几个意思 你知不知道劳资 少爷 这里不对劲 少说两句 道友 这金门对我家少爷有大用 我们愿意用东西交换 不换 本店物品 不换 不卖 不过若是你们能开出来 那就是你们的造坏了 开出来是什么意思 本人白小纯 在这小小的混沌界经营这家小店 所有物品 都以金蛋盲盒的形式获取 至于能否开到只看自身气韵 你精先的修为 开一次收取一个境界的修为 卧槽 一个境界的修为 你怎么不去抢呢 你开 或者不开 龙门就在蛋里 少爷 我看还是算了 这不知道 老王吧 别逼逼 我自有分寸 就这个 是的 好 好 i know you